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赞美你 瞻仰神你的荣耀 开起双眼 仰望神的荣耀 仰神光芙 赞美荣耀君王 主我爱你 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赞索你 开起双眼 开起双眼 神光芙 赞美荣耀君王 主我爱你 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赞索你 开起双眼 开起双眼 仰望神的荣耀 仰望神的荣耀 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赞索你 祝我赞索你 祝我爱你 祝我爱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赞索你 开起双眼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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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爱你 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赞送你 主我爱你 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赞送你 让我们用赞美 跨速的声音来到神面前做主啊 神的我赞美你 主有我的生命赞美你 主有我的言语赞美你 有我全所有来赞美你 哈利路亚 神的神谢谢你 主谢谢你开启我的双眼 主让我可以开启神的荣耀 主谢谢你开启我的双眼 主让我里面 常常看见神荣耀的同在 谢谢耶稣基督谢谢你 让我养生荣誤歌手里 赞美荣耀的君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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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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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当上帝对耶利米说话 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 耶利米在第一章第十三节 他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 从北而起 神开广耶利米的眼睛 让他看见一件事 这件事情是极其心痛的事 这件事情当他睁眼而看测而听 几乎不容易承担的 因为接下来上帝就解明了这个意象 他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 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 耶利米说看啊 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 他们要来 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 周围攻击城墙 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 至于证明的一切恶 就是离弃我向别人烧香 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我要发出我的叛语 攻击他们 弟兄姐妹 这是极为沉重的话 当上帝开广耶利米的眼睛 所看见的 可能很多人看到 赶快把眼睛关起来 不想看 但是上帝却要耶利米 看清楚你看见吗 耶利米看见的 固然是耶和华上帝 对他说 有灾祸从北方 请腹而下 但这个烧开的锅 从北方请腹而下 除了历史的事实 弟兄姐妹 上帝要借着 这个残酷的历史事实 告诉我们一件事 祂是掌管历史的主 很多人对历史掌管的概念 停留在一种 单面的狭隘的神圣性 就是翻开教会 五十周年的纪念册 一百周年的纪念册 看见 哇 神你真是掌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上帝 难道只掌权在教会 礼拜堂里头 只掌权在有照片 分得出哪一些 任期的历史当中吗 耶和华上帝岂不也掌权 将外邦列国的意念 同样是祂掌权工作的对象 耶利米在他的话语当中 我们看见上帝极大的权柄 这个权柄要成了一个双向的批判 很多人常常觉得 先知的话真是难听 真是难以下咽 因为他们的话太刺耳了 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了 耶利米自己也是在那一群 被家破人亡被掳的百姓群体当中 尽管耶利米没有离开 当整个南国犹大被掳 他没有去到巴比伦 留在原来的耶路撒冷 但是弟兄姐妹 耶利米成成实实 真真实实见证了 当国家没了 圣殿毁了 祭坛荒废了 上帝的主权依旧在那里 这件事情甚难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明白 因为我们对于神主权的思想 就是那眼睛看得见的 以至于 先知的信息 另外一个向度的批判 常常被误用 很多人从觉得 要用先知的精神 批判社会 前面对了 而后面接的 就是把自己 某一种对于社会价值实践的方案 完完整整地 诉诸他唯一的祷告 以至于 当上帝没有按照 我们的祷告 去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继续地恳求 以为神的公义没有彰显 或许 我说的有一点抽象 但也只能比较抽象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氛围里头 可能有正面有负面 很多人觉得 有先知传统的 就是支持社会运动 有先知传统的 就是支持特定的政治立场 但我告诉你 你仔细看先知 没有一个先知加入政党 没有一个先知 支持一个具体的政治行动 然后为了那个政治行动背书 先知其实不是为了 要支持某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 然后来宣扬神的话 看看那个政治的理想 有没有被实现 来决定上帝的公义 有没有落实 因为你仔细看耶利米书 你知道吗 耶利米在那个年代 他的绰号叫做叛国贼 为什么 因为耶利米的信息 竟然是投降 耶利米的信息 竟然是叫这一些犹太人 你投降吧 不要反抗 耶利米要毁灭 你怎么搞的 你应该要说 耶利米与我们同在 你应该要说 耶利米保护我们的国家 你应该要说 耶利米与我们的教会同在 怎么会是这样的 在耶利米书里头 第七 第八章 是整个耶利米记当中 耶利米书里头 非常非常有名的圣殿奖章 这一段的奖章极为沉重 我要请弟兄姐妹 翻开你手上的圣经 耶利米书第七章 耶利米书的 耶利米书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你当站在耶利米书店的门口 在那里宣传着话说 你们进这些门 敬拜耶利米书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为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 仍然居住 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第四节连续说了三次 不要以为这是这是这是 第五节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 在人和灵舍中间 诚然施行公平 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 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直到永远 但是弟兄姐妹 接着耶和华说 看啊 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 你们偷盗杀害 奸淫起假事 向巴黎烧香 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 又说 我们可以自由了 你们这样的举动 是要行那些可赠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你们的眼中 岂可看为贼窝呢 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 耶和华上帝要耶利尼 站在他的圣殿前面 说这是神的殿 这是神的殿 这是神的殿 说了三次 然后接下来说了一句话 说这里竟然成了贼窝 也是耶稣基督在新约引用的 耶稣当日也在圣殿中 引用这一段话 我们看见吗 我们看见这极为沉重的反省吗 神的殿是否为贼窝 关键就在于 我们是否依靠耶和华的话 行在他的光中 重点并不在我们做了哪些 献祭有关的活动 重点也不在于 我们采取哪一个社会运动的立场 因为神从来没有让这些先知 去推动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 或组织政党 但是先知的话却带来 真真实实的社会运动 这就像是耶稣的吊诡 他从来没有推动政治改革 但是所有认真信耶稣的人 都是非常危险的人 以至于耶稣要被冠上一个政治的名号 基督教信仰不碰政治 但基督教信仰的力量 却足以震动政治 这是我们看见 耶利米一个极为特殊的地方 当每一个人都觉得 爱国爱家的表现 就是要巩固中央领导 耶利米却真真实实的让我们看见 将神的判断 批判带到以色列百姓当中 然后你看29 29节 耶路撒冷要剪法抛弃 在静光的高处举哀 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 惹他愤怒的世代 他把耶和华的离弃 扶袖而去具体的呈现出来 我们会继续看到第八章 更难听的话 耶路撒冷的审判的话都出来了 你知道先知的服事 向来不受欢迎 你看耶利米第26章 那是一个非常孤单的结果 第七节 耶利米在耶和华的殿中说了这些话 祭司 先知 众民都听见了 耶利米说完了 耶和华吩咐他所说一切的话 祭司 先知 众民都来抓住他 说什么 说你要加薪 你要蒙福 有吗 不 他们说你必要死 你为何托耶和华说预言 说这殿必如释罗 这城必变为荒场 无人居住呢 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 聚集到耶利米那里 这是一个极大的荒谬 一样是在神的殿 一样各自引用神的话 但历史让我们看见 耶利米是对的 这些祭司 甚至称之为先知的 都错了 耶利米书一如所有的先知书 特别是贝鲁 见证贝鲁一代的先知 我们看见是沉重 但却又有盼望 因为在这么沉重当中 耶和华还愿意责备 就表示他的爱依然没有断 那个盼望是极深的在那里 我们能够从审判的话语背后 听见那个盼望吗 因为说话的是耶和华 所以那个爱依然在 只是那个爱已经不再是 用我们想象的形式呈现 人想象的形式 就是一个快乐的团体气氛 很多东西 全面喜欢教会的气氛 是那种很深的彼此相爱 以至于当有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选择 不要看这些问题 不要谈了 就让它过去吧 然后我们会轻轻乎乎的说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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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没有平安 我们会说过去吧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事实上这样的恩典是廉价的 今天在神的家中 有太多廉价的恩典 我们称之为不负责任的恩典 就是那些做错的事情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不要谈了啦 过去就算了 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廉价的 如果事情可以这样 耶稣基督就不用来了 如果没有真理 恩典没有意义 先知就是将神的真理显明 以至于即便国破家亡 恩典依然在那里 不要以为先知是没有恩典的 每一次看耶利米 心中都背绝孤寂 因为知道 这一些按照神心意说话的仆人 他们才不是在说 这个世代喜欢听的话 教你如何发财 教你如何被喜欢 教你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 被大家欢欢喜喜的簇拥着 如果神的话语是优先的 神的心意是优先的 那你知道我们这些做牧者的人 不一定常常会传讲你喜欢听的话 耶利米说的话 整个世代都不喜欢 如果我们的牧者只能讲 我们喜欢听的话 一不喜欢你就把他赶走 就觉得说这个牧者很讨厌 这个牧者在骂你 兄姐妹 如果这些话是从神 自己的启示而来 我们就愿神的光光照我们 因为先知的启示 从神来的 必有历史的见证 必有历史的审判 如果这事不出耶和华 神就会审判那些乱说话的人 但这事若出于耶和华 我们就需要求神的光光照我们的心 耶利米极其孤单 因为他被击打 耶利米极其孤单 因为他被冰冻起来 被吓在监牢当中 弟兄姐妹 深愿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 我们愿意常常与那些 以神化为中心的弟兄姐妹 作为他们的支持 作为他们的鼓励 因为这并不容易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真的看见 不论我们时局如何 光景如何 或是工作或是家庭或是教会 我们心中始终像是耶利米 所有的先知生性的 耶和华是掌权的 耶和华既是掌权 就不管环境是恶劣 是顺利 他都掌权 他把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知道神真掌权在我们当中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祢 祝你掌权在我们当中 祢大人的工作好不改变 祢既是在我们当中工作 我们就不担忧 因为这世代在祢手中 因为我们真正眼看着耳朵 祢真在我们当中完完全全的 发动 谢谢祢 祢是历史的主宰 祢是我教会的主 是我家庭的主宰 是我工作的王 祢谢谢祢 主啊 祢是习在 今在 永在的神 阿们 主啊 祢是阿拉法 主 祢是奥美加 阿们 主啊 主啊 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 因为祢的话而造 阿们 主啊 世界会改变 但是祢的话一句都不变 阿们 主啊 让我们真的谦卑在祢的面前 主啊 来明白祢的话语 主啊 我们不是只要单听我们想听的 主啊 我们不是只要单听那个喜 我们喜悦的 主啊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听从祢而来的话 阿们 主啊 让我们真的学会谦卑 主啊 让我们不去看这些历史 不去看这些经验 主啊 因为只有祢的话才是真的 阿们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因为没有真理就没有恩典 阿们 主啊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相信真理 跟随真理 阿们 主啊 我们要说祢才是我们的标杆 阿们 我们要朝祢想标杆直跑 谢谢主 阿们 谢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有先知信息的核心焦点 都会提点出我们宗教的安全感 如果我们的宗教安全感 是建立在服事 位分 被别人的称谓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要借着先知的信息 振动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安全感单单放在神的话 在新的一年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让圣殿的服事 教会忙碌的服事 成为我们躲避的地方 阿们 因为那个地方就会变成贼窝了 即便那个地方叫做圣殿 但如果没有神的话 如果没有行在神的光中 哪怕是献的记 哪怕是说的话 那都不合神的喜悦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逃避祂 不是在一大堆的服事里头 越热心就越逃避祂 不是 先只要将我们从那里带出来 专心地聆听神的话 以神的话为中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今天主 求祢帮助我们 不在服事里头逃避祢 祂是极为容易的软弱 求祢让我们 能够从许许多多的 忙碌当中的自由 求祂我们不躲在献祭 不躲在服事 不躲在这一切里头 我们要用祢的话 用祢的话光照我们 真真实实地如此去行 愿祢帮助我们 开放我们的心 主要是我们谢谢祢 主啊 愿意祢在今年 主用祢的话语 不断地教导祢的百姓们 主 让我们知道 我们从祢领受的话语 才是真正的力量 才是我们真正的光跟道路 主啊 很多时候 我们在自己的事工当中 以为那是我们的福分 那是我们的职分 但是神 若我在神的话语当中 没有建造 主啊 我所信的 主啊 并不讨祢的喜悦 主啊 若我的生命 主啊 成为那个贼窝 没有神话语的供应 没有神话语的光照 主啊 那我的生命 岂可堪呢 主啊 祢帮助神的儿女 祢的百姓 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断不以我们的事奉 成为我们的安全感 我们断不以我们的事奉 成为我们的借口 说我可以不在神的话语建造 主 祢帮助祢的儿女们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 而且扎扎实实地 建造我们的生命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 主啊 当我们的心中觉得诧异 为何以赛亚所说的圣殿 耶路撒冷所说的西安山 来到了耶利米这里 却成了需要批判反省的你 主啊 你并不是要我们 离开你的家 你并不是要我们 离开服侍的位分 你乃是要我们 在神的家和服侍的位分中 心向你敞开 主啊 如果我们嘴与你亲近 心却远离你 这样的祭你不爱 但如果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我们又认真的赞美你 这样的祭是你喜悦的 主啊 新的一年 愿你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先知的话语 责备的话语 我们谦卑的领受 主啊 愿你改正我们的心 更多的向你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欢喜的来朝见你的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开起双眼 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阳神欢呼 赞飞荣耀君王 主我爱你 我才没你 哈利路亚 我承受你 主我爱你 主我爱你 我赞给你 哈利路亚 我承受你 哈利路亚 瑞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有巴 cultu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